終於這鮮證出了 我就要去日本了 開箱子一個我外星人的感覺 這個真的是買到賺到 不痛不熱很舒服的那種方式 我覺得蠻好看的 我最近真的很愛用的面膜啦 你好大家好 我是瑟瑟 今天我的聲音好像有點傻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最近韓國 我那個溫度急下降 所以好像有一點點小感冒 所以我現在好像有一點那個鼻音 反正我沒事 今天主要是要跟大家分享一個小小的好消息 應該算是好消息吧 就是我接下來呢 還有大概兩個禮拜時間呢 我就要去日本了 對這一次 我的聖誕節呢將會去日本過 其實我發現到我真的太久沒有 就是出國玩了 就是之前是回馬來西亞嘛 不一樣 那現在真的是要去一個 我不熟悉的國家 所以 這真的是有一種 要出國旅行玩的感覺 加上這次 就是要去找我爸嘛 那這麼久沒見 當然就是要好好保養自己 就是要把自己 打扮到最好的狀態 然後去見他 所以這支影片呢 就記錄一下我 就是去日本之前 做了一些準備 今天第一件事情 要去做的就是去拿我的登入證 今天終於這簽證出了 我就可以拿到手 我才可以出國出境 因為之前 這個一直在申請證 我沒有拿到實體的卡嘛 所以我就不能出國 我就一直被困在韓國裡面 終於出來了 今天要去那個出入禁局那裡拿 然後我就自由可以出境了 出門之前來跟他開箱這一個盒子是什麼 好了 就是我最近 就是剛買了一個新東西 其實也是為了去日本而準備的 就是因為我想說 去日本我就是要拍片嘛 然後我又不想要帶太大的包包 然後又希望他是可以肩背 然後可以鞋背之類的 就是比較多用途的包包 但是又是要好看的 然後後來我終於找到這一個 是來自FORNA的這個品牌 我是趁他就是Black Friday的時候買 淘寶不是都會有雙十一嗎 那韓國基本上就是注重在Black Friday 那就有很多很多的折扣 所以呢我就看到 我就 我下手了 讚 花錢就是會讓人開心 但是花完錢的看到那個 銀行就會覺得心痛 好美喔 還有一個防塵袋 就是我很多衣服都是淺色系的 我就覺得好像配白色好像是最白搭的 所以就買了一個白色 因為他其實還有一個是黑色的 它裡面就是可以超能裝的 我就是喜歡他有這樣子不同的加成 就是可以裝各種東西 因為主要我其實就是要放相機 跟我的這個腳架 然後還有一些可能去日本需要的一些 比如說充電器啊這些 所以我就真的很需要一個空間真的好的一個寶寶 有沒有很好看那這樣 它就是可以這樣子 尖杯 然後呢 它也可以 鞋杯 我就覺得這樣子旅行就很方便 因為其實旅行有時候 你逛街什麼 你就拿 不能拿東西嘛 然後鞋杯的話就是最方便 所以 為了這次的日本新 我第一個買的東西 就是這一個風暖的寶寶 好 好了 現在來到了 大家最討厭來的出入境局了 為什麼大家最討厭來呢 因為通常來這裡就是要買延簽 或者是申請簽證之類的 但申請啊延簽這種東西 有時候可能就是裡面的工作人員會 刁難你一些 然後所以大家就很討厭來 因為就怕延不到簽啊 怕拿不到簽證之類的 因為拿到我的新簽證了 然後我發現這次簽證呢 終於變了 因為之前呢 這裡是寫 Alien Residence Card 但是現在終於是 把Alien去掉 變Residence Card 終於我不用做外星人了 這是一個居留證 那拿到居留證的建議不後呢 就代表說 我很快就可以飛去日本去找我包吻了 現在晚上了 然後我要來稍微保養一下 因為去日本前呢 就是要好好的保養自己 尤其是皮膚 所以呢最近我都會很努力很努力的去做一些面膜啊 然後清理毛孔之類的就是想要有一個最好的皮膚狀態 所以呢現在來保養後 順便來跟大家介紹這個產品 那這產品呢是我自己自購的 是我最近用到真的很好用的產品 然後想要說可以介紹給大家 這一個來自i'm from的牌子 那我現在用的是有這兩罐 一個是無花果的 還有一個是甜菜的 我就會教T用 我真的覺得很好用耶 就是真的是用完之後 然後你洗完啊 你真的會覺得你的臉真的是會乾淨很多 那我今天就想說來用這一個是 毛孔的Scrub的面膜 我最近超愛 如果大家有來韓國的話 然後有去Olifant的話 都可以去買 他們在Olifant都有賣 這樣子挖一點點呢 然後就可以塗在邊上 就塗薄薄的就可以了 不用塗太厚 好就是大概塗這樣子薄薄的外面之後呢 就大概15到20分鐘 然後就去洗掉就可以了 就是來等這個面膜 大概15到20分鐘呢 又來開箱 另一個兒子就是也是為了這次日本行買的東西 真的是買很多 我發覺到不去旅行的話也不會花這麼多錢 但是去旅行的話就會想要準備很多東西就會花很多錢 就是買了這個無線麥 這個拍片呢可以有更好的收音效果 因為就是我們怕去日本的一些餐廳什麼的 因為去酒屋什麼都應該會很吵嘛 所以我就想說可以買一個這樣子別在這裡的麥 然後可能拍片的整個感覺整個質感呢會提升 其實這真的蠻貴的耶 這個RUDE的一對二的買40萬韓幣 43萬韓幣類似 真的不便宜 那希望 就是 可以出來有不錯的效果 好了洗完臉了 然後把它就是洗乾淨了 然後就真的是會覺得皮膚瞬間了 真的是乾淨很多 所以這時候呢你除任何的保養品呢 其實都會更好吸收 好啦那現在已經保養完了 然後就要去睡覺了 然後我們再看就是明天後天還有什麼要事情要做 那就再跟大家update囉 好去日本之前呢有另外一件事情也是非常重要要去做保養的 就是除毛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對自己全身上下的毛呢 會有一點在意呢 我自己個人是蠻在意腳毛手毛還有鬍鬚毛 不要以為就是女生就不會有鬍鬚毛 其實在嘴邊這裡呢多多少少還是會有一些毛髮的 而這些毛髮其實在面對另一半的時候呢 就是你們非常靠近嘛 其實可能另外一半其實都看得到 只是他們可能就會選擇不去拆穿你而已 但是身為女生的我們呢 就一定要好好的保養跟就是保持自己的外貌 去日本之前還是要來好好保養一下這個除毛的部分 可能很多人就會建議我說 甚至你去做那個IPL永久除毛就好啦 但其實去做這個IPL永久除毛呢 其實一點都不便宜 而且呢它不是做完一次療程呢就可以完全幫你除毛 可能需要幾個月複整一次呢再回去做這個療程才有效果 但是做IPL永久除毛如果有做過的朋友就知道 它其實是有一點刺痛的 因為IPL永久除毛呢是利用這個極光來幫你做護理 所以呢它是會有受到熱氣 然後有可能損傷到皮膚 所以像我這麼怕痛的人呢 是絕對不可能有膽去做那一件事情 不過現在科技呢已經發想到呢 不用去美容院也可以在家裡輕鬆除毛了 而且還要是不痛不熱很舒服的那種方式喔 另外在家裡使用的這個輕鬆除毛的儀器呢 就是來自Ulite的藍寶石A脫毛衣 這個脫毛衣呢其實在好幾個月前的影片呢 我也有跟大家介紹過 不過那時候呢我是使用這個深綠色的 而是現在跟大家分享的是這個淺綠色版本 這個深綠色跟淺綠色呢其實是同一個商品來的 只是顏色不一樣 還有可能中間有一兩個功能不一樣而已 不過大致上呢它們都是同一個產品來的 從那時候開始呢我除毛都是用這個脫毛衣來使用 為什麼我會這麼喜歡這個Ulite脫毛衣呢 其實非常的簡單就是因為它一點都不痛 因為它們主打的方式呢就是冰點無痛的方式 來幫我們做毛髮的管理 一開店呢就會看到這個藍寶石冰點頭呢就會立馬起霧 因為這個機器裡面呢有一顆藍寶石 這個藍寶石主要是幫我們迅速降溫 降低光熱的損傷 所以用起來的時候呢是一點痛感都沒有 反而是冰冰涼涼的感覺 是完全不用擔心會傷害到皮膚 加上他們做了這個平面的設計 所以呢會更貼近我們的皮膚 那在除毛的時候呢就會提升30-40%的效果 可能很多朋友就會擔心說這個儀器到底好不好用呢 會不會很難用呢 主要就是這裡插電之後呢就可以開始使用了 不過在使用這個脫毛衣之前呢 記得一定要先把身體的毛刮乾淨之後才來使用這個脫毛衣 一個星期呢大概可以用到兩到三次 其實有分不同的檔次給你做選擇 一開始如果大家會怕的話 其實你們可以用二檔 那如果已經漸漸習慣的話 我可以個人去到五檔也沒有關係 因為它真的一點都不透 像我自己用了好幾個月的時間嘛 確實會發現到自己的毛髮呢會變得越來越少 而且長的新毛呢會越來越細 而不是像我們平常用最傳統的方式 用剃刀去剃的話毛會長越粗 真的是我這幾個月定期會在家裡使用的一個脫毛衣器 大家如果對除毛有困擾的話呢 我個人就真的很推薦大家可以入手一台這個 You like 脫毛衣小小一台呢 你可以在家裡五時五刻的進行除毛 而且絕對是比你去外面美容院去做療程來的便宜 重點是一點都不痛 反而是舒服而且有效果的 加上如果你們是想要除私密處的毛 可是又怕去到美容院很尷尬的話 那這一台就一定要入手了 因為它也可以使用在私密處 而且自己弄不怕尷尬 是不是超棒的呢 這一次我會跟要拉一起做團購 然後折扣呢會達到八折 大家真的是要買要快 而且還有一個優惠是買一送期 真的是超值得的 如果大家對這個脫毛衣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趕快到資訊欄的連結點開 然後去看一看逛一逛啦 這個真的是買到賺到 如果家裡不只一個女生的話 你買一部機器 你可以全家一起用 是真的超划算的 所以大家趕快入手囉 我現在也是要趕快來做這個除毛 然後開泡亮亮的去撿我爸囉 然後去日本之前呢 當然要來染個頭髮 而且我的前面瀏海真的超長的 所以今天一樣回來找Cookie老師呢 整理一下我頭髮 然後剪短了 他們有幫我吹啦 所以 頭髮才會這麼好看 自己吹的話 就很難吹到這種效果 現在呢 要去做第二件事情 這件事情呢 我也很久沒有做了 但是 想說 欸 難得去旅行去日本 然後 繼續做一下 去做指甲 也就是為什麼 我把我指甲留到這麼長 因為我剪掉的話 就很可惜 所以呢 終於要去做指甲了 但是這一次做的 不會是那種浮誇 其實以前我很愛做鑽石 這一次做的就是比較 simple簡單一點 那我們現在就移動去第二家 去做指甲囉 我剛剛因為那個指甲店裡面有一隻黑色的貓 我真的是 一百發現就是完全是警惕的狀態 做完這隻的指甲 我一直在看他在哪裡 天啊 覺得太可怕了 還好 還好 那時候有去CAT的家 去克服了一點點 所以 他在跟我同一個空間 我還沒有那麼緊張 只是說 他不要靠近我就好了 真的是把我嚇死了 因為這家店是我第一次來嘛 或不知道他有貓這件事情 好的 成功做完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可以回家了 好啦 去日本之前所要準備的東西呢 大概都準備到七七八八了 頭髮也弄了 指甲也弄了 現在就是欠 過幾天呢就是可以收行李 然後坐上飛機 飛去日本了 這次的日本行李其實我蠻期待的 因為這真的是我久違久違久違 好幾年 六七年吧 就 再去日本 所以 很期待 有種真的是要去旅行的感覺了 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東西 也希望大家可以期待 我在日本更多的影片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再見囉 好 拜拜 安妞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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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